首先,36名军事家他是以一个什么基准来认定的 为什么叶婷又放在十大元帅后面,在大将之前呢? 毛泽东主席说过,我军的历史首任的总司令叶婷 我军的军事要从他这儿说起,如果他当年不是飞机逝世 他肯定是元帅,甚至他的名词还可能要靠前 欢迎观看《帅客屏幕历史》,我是帅客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我军官方公布的36名军事家 为什么这样排的?又是以什么基准排的? 为什么我们网络上有很大一些不同的观点和争议 甚至有一些看法,你比如说 叶婷为什么排在元帅之后大将之前 杨尚昆李先念又为什么排在了苏玉的前面 杨尚昆又排在了李先念前面等等 首先,36名军事家他是以一个什么基准来认定的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我们看啊,这36个人,十大将全部入选 开国的57名上将一个都没进去 透过这个就可以得出结论 他是以大将的军衔作为基准的 那么我们再看前几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把这几个人排在最前面 那就说明按照统帅,这个是排在最前面的 之后才是十大元帅 那么为什么叶婷又放在十大元帅后面 在大将之前呢? 因为毛泽东主席说过 我军的历史首任的总司令叶婷 我军的军事要从他的说起 通过这句话就说明叶婷在创建我军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如果他当年不是飞机逝世 他肯定是元帅 甚至他的名词还可能要靠前 再比如,你看一看 杨长坤李先殿又排在了苏玉的前面 按说李先殿他是西四军武师的师长 苏玉是伊师的师长 当时从他们的任职情况看 苏玉后来是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 代政委 从战绩角度 如果真正要按这个来排定的话 李先殿也应该排在苏玉的后面 那么把李先殿、杨上坤排在了苏玉前面 因为这两个人都担任过国家主席 属于正国级 杨上坤又排在了李先殿前面 最主要是杨上坤 他历史的资历更大 红军时期他就与彭德怀搭档 他就是红三军团的政委 再加上我们80年代 大家可能都记得 杨上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将近10年 这可能也是把他排在前面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其他的我们看 包括那些以前牺牲的烈士 这个我们就不难分析判断 一看就是按照谁牺牲在前就排在前 这个反而到大家一看就明了 所以说这36名军事家 是我军最杰出忧救的代表 他这个排序是有他的依据 有他的遵循 有他的道理的 他一定要有他的 揣进去 他相信他 他就不相信 他就不相信 他就很想出了